刘总好 你好 哎 刘总 我想向你反映个事情 反映什么事儿 你直接说就好了 这个事情说了 我可能就在公司干不了了 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是得说 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什么事情啊 这么严重 刘总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公司很多货都对不上 对啊 前几年财务也告诉我 他盘点仓库的时候 有二十几万的货款对不上 我这两天也在调查这个事情 你怎么也知道 其实这个事我早就知道 只是我一直没敢说 早就知道 我们公司不是有个拉货的货车 一直自己表格在开吗 对啊 每天凌晨三四点 他都会从公司拉货出来 一次就是五六箱 多的时候有二十几箱 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说 凌晨还出货的呀 对啊 就是给我的感觉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的 我碰见他好几次 问他要出货条 他也没有 还骂我抽保安 看门狗 还说 我不想干就让我滚蛋 真是胡闹 还敢威胁你 你发现他这样多少次了 有半个月了 昨天吃饭的时候 我听到他跟一个客户打电话说 今天晚上要出一百箱 一百箱 对 一百箱 他就是以这种低价的形式 卖给客户 我就感觉这个事越来越大了 要争出了事 我这个保安也有责任 所以我就向你反映这个事 那你听清楚 他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了吗 他说的是老地方 大概是凌晨三四点的样子 我明白了 那你确定那个人 就是我表哥吗 我确定 我还拍了视频呢 来 我看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 还真是 这个穿白色衣服的 就是我表哥 亏我平时对他这么信任 没想到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 你能向我反映这个事情 我非常欣慰 公司能招到你这样的保安 是我们的荣幸 牛总 我还想求你个事 什么事 你尽管说 我向你反映的这个事情 你不要说出去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 家里面也挺困难的 一家好几扣人 都等着这个工资养活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我明白 我明白 你是我的员工 我知道该怎么做 今天不管是谁来向我反映这个事情 我都会替他保密的 像你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应该得到一个嘉奖 从现在开始 我任命你为保安队的队长 另外 我再给你一万块钱的奖金 希望你以后在工作中好好干 刘总 这是我的职责 之前我不能收 这是我给你的奖金 你收下 那谢谢刘总 但是让我做保安队长的话 恐怕不能胜任 我是农村来的 又没什么文化 这个没有关系的 我最主要看重的是你的人品 你看今天这个事情 公司的主管 还有保安队的队长 都没有敢向我来反映这个事情 这件事 只有你有胆量 有勇气来向我汇报 以后在工作中好好干 遇到任何困难 可以直接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好的刘总 我一定会努力的 诶 闲人免禁 赶紧走 保安大哥 我跟你问刘总是好姐妹 我找他有点事 听听听 我们刘总有你这样的好姐妹啊 赶紧走 你就让我进去吧 诶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吧 赶紧给我走 诶 小红 你怎么来了 西姐 我 走 跟我到办公室说 小红 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快坐 诶 西姐 其实我来 我先接个电话 喂 我现在哪有钱啊 公司的钱都投到项目上了 行 你再想想办法吧 小红 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啊 也没什么事 你不是最喜欢吃我们家腊肉吗 我特意给你带了些来 小红 还是你最懂我 啊 西姐 那我先走了 诶 小红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等我把这里忙完 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 叙叙旧 不啦 西姐 我家里还有很多活要干 我先走了 今天你跟我说清楚 西姐从小跟你一起长大 她刚出去那会儿 是你掏心掏肺的 对她好的 现在咱妈生病了 她可倒好 一分钱都不借给你 她可真好意思啊 西姐 西姐 你等一下 怎么了 小红 西姐 我知道你去城地闯荡也不容易 这些钱你拿着 小红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我把家里的猪给卖了 什么 你把猪都给卖了呀 不行不行 你把这钱拿着 赶紧把猪买回来 哎呀 西姐 这个钱你就拿着吧 我相信你去城里 一定能闯出一番事业 对了 还有这个手机 你也拿着 去城里能用得上 小红 谢谢你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等我回来 我现在算是看清楚了 这人一旦有钱就变了 什么狗屁姐妹情义啊 我看一文都不值 行啊 别说了 怎么 我说你两句还不行了 我说你能不能长点心眼 咱妈又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咱俩这日子就别过了 小红 谢谢你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等我回来 什么狗屁姐妹情义啊 我看一文都不值 住院费已经交了 姐姐 你怎么来了 哭什么呀 小红 不是我说你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啊 要不是我问小琴 我都不知道阿姨生病住院了 喂 小琴 小红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姐姐 你的钱不都投到项目里了吗 我那是说给别人听的 你知道我现在赚了些钱 找我接钱的人很多 小姐 我是不是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密码是你生日 拿着 小姐 这 拿着 你记住 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姐妹 永远都不会变 走 我们一起去看吗 嗯 我都跟你说你不要干了 走跟我回家 老公你干嘛呀 什么叫干嘛呀 有什么事等我下班回去再说 早上的弟弟偷了吗 晚你起来吗 小孩上学你送了吗 刘总刘总你赶紧去看看吧 那个无赖又来了 跟我回家还出来工作 我的脸被你丢进了 住手 你一个大男人三天两头的到公司来闹 到底是谁丢谁的脸啊 哎 我说我找我老婆关你什么事啊 你踩在我公司的地盘上 对我的员工不尽 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是要上班还是要跟我回家 我就奇了怪了 你老婆工作 爱你什么事啊 你非得把她工作搅黄了不可 她来上班 那谁来洗衣做饭 谁来照顾孩子 谁来照顾我爸爸 哎 我打断一下 谁规定你这些活都是女人来干的 她不干谁干啊 我花这么多钱娶她 就是来干这活的 由于我情况特殊 刘总已经答应我 让我工作完就可以下班 家里的家务活我也没耽误啊 我就是想挣点凌瓜钱 我需要你给我挣钱吗 我是找你吃了还是找你喝了 我每个月没给你钱吗 你钱到晚进去我就人 兄弟 我问一下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市议单位上班 一个月六千 六千 那你一个月给他多少钱 两千 两千 是生活费还是零花钱啊 那当然是生活费了 他又不是小孩子 要怎么零花钱啊 那你留四千干什么 我一个大男人身上不留点钱 我还怎么搞少许啊 你可真不要脸 人家老板都笑话我了 走跟我回家 我笑话你怎么了 我笑话你本事不大 脾气倒是很大 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小男人做派 还在老婆面前装大男子主义 我说这是我们的家事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啊 吴婷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今天到底走还是不走 你今天要是不走的话 你以后你就别想他进我家办不 我不顾家人的反对 跨越一千多公里 跑来嫁给你 整整十年了 我现在还能回得去吗 刘总 谢谢你收留我 让我可以自由的上下班 谢谢你 既然你要辞职了 以后我就不是你的领导了 不要叫我刘总 叫姐吧 走吧 赶紧跟我走吧 姐 站住 你干嘛呀 你刚才叫我什么 姐 你听到没有 现在我是她姐 是她梁家人 她是我妹妹 那么现在的家事 我这个当姐的 非管不可 从今以后 你要再敢欺负她 我对你不客气 沟滚 你好 请问是你捡到我们老板的钱包了吗 等一下 你说这是你的包 你先说一下这包里面都有啥 这包里啊 有一张身份证 还有三万块钱的现金 啊 这包还真是你的 还给你 以后小心一点 谢谢啊 来 这些钱你拿着 不用不用 我们要是处你的钱的话 就不会在这里等你两个小时了 那太谢谢你们了 哎老板 能不能借我们 一百块钱啊 怎么了 你说 我们半年都没有发工资了 我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现在我妈生病了 我们想回去看看她 来给 老地方借 潘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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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欠我们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呀 怎么走到哪里都能够遇到 你们两个 这不最近刚停了台车吗 手头要点紧 以后再说吧 潘经理 潘经理 潘经理我求求你了 我妈生病住院了 还等着这个钱救命呢 是啊 潘经理 我们那家老小 还等着这个钱养活呢 你妈生病关我什么事啊 滚开 再不滚开 我就要把她轰你们了 你有什么资格轰人家 人家辛辛苦苦在这里干了大半年 你凭什么不给人家发工资啊 我说你谁呀 多管钱是 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 你这样子做还有人心吗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在这里教育我 赶紧给我滚开 不然以后还让你吃不了兜子走 行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喂 何总 查一下你们集团下工的工程款 到底进了谁的口袋 为什么工人大半年都没有发工资 如果发现有人贪污腐败 严惩不淡 请你查清楚了再来跟我谈合作 居然还有这种事 刘总 你放心 工人工资 一分都不会少 贪污腐败 你一个都跑不了 行 他们离开了老人和小孩 来到这个大城市打拼 贵的就是给家里人一个更好的生活 你连他们的血汗钱都敢苛扣 你就等着法律的制裁吧你 哎 哎 哎老婆 你快看我们的工资到账了 真的呀 我们可以每天回家了 来 你每个铁杀伤口 酿成的春天烈酒 如何上床 来 这些给你们 出门在外 你们的父母一定很牵挂你们 这些啊 是我们这里的特材 带回去给你们的父母尝尝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赶紧回家看你们的父母吧 哎 老公 你刚刚把什么东西扔出去了 还有什么 你妈的那些破衣服破碗啊 王大少 王大少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 我们与大家出去玩 你非得要带上他 带就带吧 你还非得要带着那些破衣服破碗 在外面是没有吃的还是没有喝的呀 我妈她年纪大了 再加上脑子不太好使 她带上那些破衣服破碗 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穷怕了 我们这些做子女的 就不能理解一下吗 你看你刚才做的 那叫什么事啊 我怎么了 我办法你给他点好点事 他还不得上天啊 王大少 你别太过分 我们当初刚结婚的时候 我妈那会儿身体还好 他对你也还不错吧 他现在年纪大了 身体和脑子都不太好使了 你这样子对他合适吗 他以前对我好 那是他作为丈母羊应该的 你看他 他现在这个冰洋洋的样子 不看上去心烦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巧名了 本来我们一家人出去玩的开开心心的 你非得要带他这个老东西 你赶紧把他送回去 我今天要是不送吗 不送 不送我们就离婚 离婚是吧 来你给我下来 你干什么呀 我爸走得早是我妈一个人寒心如苦的把我拉扯大 为了照顾我们兄妹几个 他累出了一身的毛病 我趁他现在还能走得动 带他出来转转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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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闻闻他身上的味道 谁受得了啊 我告诉你 这是母亲的味道 是母爱的味道 而你身上是没有人性的味道 更难闻 你 你什么你 我告诉你 在家笑父母 何必烧远香 像你这样不懂得孝顺的人 不要也罢 离婚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魂在其中 就找不到指纹 哎 你是你找谁 让开 你到底找谁啊 这是我前夫的公司 你说我找谁啊 你怎么来了 给我点钱 我有急用 你需要多少 也不多 三十万 三十万 我们都离婚两年多了 你要这么多钱干嘛 我说你们都离婚这么久了 你还来找我们就行干嘛 你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会吗 总有才 我就问你 这个钱你是借还是不借 我现在确实没那么多钱 公司现在运转困难 别说三十万了 我现在连水电费我都交不起了 这样吧 我这张卡里有三万块钱 你先拿去应应急 哎 你把这个钱给他了 我们怎么生活啊 行呐 你先拿去吧 三万块钱 你打发要饭的了 逢有才 我以为你会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会帮我 现在看来 是我高估你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关系 到此为止 还有这个包 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送给我的 还给你 哎 你看他 搞得好像我们欠他似的 真的是气死我了 哎呀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了 哎呀 你看看他 他怎么说我的 你也不管管他 真的是 行了行了 你别生气了 冯总冯总 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了 晃晃晃晃的 王总那边又在吹了 如果我们再不打款的话 他们就要起诉我们呢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哎 这可怎么办呀 哎亲爱的 你最近手里面宽佑吗 能不能借我点钱 应应急 哎 你别说了 我钱都在我妈那呢 你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什么玩意儿吗 哎 嗯 对了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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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才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的公司出事了 我太了解你的性格了 如果我不用这种方式 你是不会接受的 这张卡里有两百万 密码是孩子的生日 卡里的钱 是你当初给我的 你先拿去应急 我相信 你一定会挺过去的 虽然爱已远 但情还在 我还是希望你过得好 孩子也懂事了 你不用担心 他学习很好 也很听话 他经常对我说 他想爸爸了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就来看看他吧 老太婆 你给我站住 把我包都给我刮坏了 看不见啊 小姑娘 我们是故意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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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就完了吗 我包刮坏了 你说怎么办吧 小妹 算了 妈还在家等我们吃饭了 姐你别管 今天这个包 他要是不赔的话 他走不了 小姑娘 要不我拿回家给你补一下 补一下 你说了倒是牵抢 你知道我这包多少钱吗 补一下还能用吗 那那怎么办 要不我赔你一个 算了 我看你这老太婆也挺不容易的 我这包当时买的时候可是500块钱 你给我200吧 行 小姑娘 我给你拿钱 小姑娘 我只有这么多 行啦行啦 下次走都注意点 赶紧走吧 姐走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妹 我真不知道你出去这么多年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姐我怎么了吗你这个包当时是我陪你去买的新的才八十块钱你居然问人家要200块钱你是怎么样的出口的姐像他这么一个臭浓眠我问他要200块钱我还嫌少呢就别让他长记性了 小妹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没有农民就没有成你的粮食蔬菜你别忘了我们的爸妈也是农民从小到大爸妈是怎么教育你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老人家刚才是我妹妹不懂事这个钱还给你小姑娘刚才是我把你妹妹的包挂到了赔钱是应该的 老人家没事的他那个包啊也没怎么刮坏还能背这个钱啊你就拿着谢谢你啊小姑娘没事的老人家那我就先走了 老人家这些你拿着吃 谢谢你啊小姑娘你真是个好人不客气老人家你就拿着吧 小姑娘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老公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好 阿姨好了 阿姨好了谢谢你啊小姑娘 哎老公听说那个阿姨的儿子是个消防员有一次为了救一个小孩被烧断的房娘砸下来刚好砸在头顶上那孩子是救出来了 可是他把自己的性命给搭进去了 他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白发人送黑发人 现在就剩他一个人孤苦的一天生活 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呀 是啊可怜人啊 走吧回家吧 房东你来了 今天可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如果再交不上房租的话就从这里搬出去能不能还几天啊我上班那个公司倒闭了现在连工资都还没发 啊嫂跟我废话赶紧去给我倒杯水来嗯好 姑娘请喝水 这水怎么是冷的呀 家里没这水了 双奶家里有没有什么吃的我饿了 我去给你了 你就给我吃这个 家里只剩这个了 你这垃圾堆剪的吧 公司倒闭了不给你发工资 你不知道找家里人要啊 我老板走给走 我儿子他 你跟我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啊 你如果今天再交不上房租 明天你就从这里搬出去 那好吧 你在这里等待我 呢 是 慢点 自己 阿姨 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 即使您一个人生活 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这个房子您就安心的住着吧 什么时候有钱了 再给我也行 我这里有些钱 您先拿着 我就先走了 谢谢你 在我需要温暖 躺开了掌心 谢谢你 眼神的坚定 谢谢你 不凡是月灵 每一步靠近 谢谢你 再哭从不云 哎朱小姐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你这个臭司机这么热的天 让我在这里等了半个多小时 怎么办事的呀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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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老板是这样的 我正在上班 可是我家里面打电话来说 我母亲生病了 可是我出来打车 打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有打到 老板你能不能送我一程啊 行那你赶紧上车吧 好的谢谢老板 哎我说你这个臭司机 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啊 我告诉你 我可不和你臭农民工做一起啊 不是的朱小姐 刚刚这个农民工他妈妈生病了 也挺不容易的 我们就带他一程吧 公司给你派车是让你来接我的 不是让你多管闲事的 赶紧跟我走 大哥快上车 哎好 哎我说你这个臭司机你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不和你臭农民工坐一个车 我坐一个车是吧 行 来你给我下来 你个臭司机你要干嘛呀 你不是不和农民工坐一个车吗 那你自己打车去啊 哎我说你个臭司机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海归博士 是你们老板花重金请来的 如果没有我及时到场 给你们公司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你们这些小员工都得下岗 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你下岗 好啊 你打啊 现在就打 打就打 原来您就是牛总啊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牛总你别生气啊 是 你是高学历人才 你是海归 所以我尊重你 我亲自开车过来接你 而你呢 上着你出国留学了几年 吃了几天面包和牛奶 怎么就忘本了 哎呀牛总 实在不好意思啊 是我永远不识泰山 哎大哥 大哥 哎大哥 走一起上车 等一下 学历再高 我们也不是一路人 人品不新 其他的免谈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瞧起别人的人 你记住 树高千尺 不忘根 人若辉煌 莫莫本 哎牛总 别生气了 大哥 赶紧上车吧 你好美女 我能再多拉一个人吗 嗯可以的 谢谢啊 兄弟你要去哪里啊 哦 师傅 我要去摩尔城 你能送我去吗 可以的 你上来吧 我送你去 好的 谢谢你啊 师傅 谢谢你啊 我刚刚在这里等了好久 都没有人愿意借我这个瞎子 真的太谢谢你了 钱不都一样这么吗 做好了 我们走了 嗯 兄弟我们到了 哦好 师傅吃费多少钱 我也看不见 你自己拿吧 好 我拿你一张100的 现在走你钱 来 这是走你的年钱 你拿好了 谢谢师傅 啊 哎 师傅 你是不是找我钱了 兄弟 你回去吧 毕竟我赚钱比你容易些 喂老公 你们先吃饭 就不用等我了 今天生意挺好的 我想多跑几单 嗯 妈的医药费 你不用担心 我很快就会凑席的 哎好 老板 你坐好了 我们走了 嗯 好的 嗯 美女 到了 哦 谢谢啊 来 这是给你的车费 哎 美女 钱给多了 哦 刚才那个兄弟的钱 我一起给了 毕竟啊 我赚钱比你容易些 好 滚 你现在就跟我滚 以后都别给我回来了 怎么潘总天天跟她老婆吵架 估计是想她老婆太土了 不会打扮 就是就是 好我马上过来 弟妹 你这是怎么了 自从生完孩子 我就成了家庭主妇 成天围着家传 大海他嫌弃我土 嫌弃我不会打扮 嫌弃我这个 嫌弃我那个 他说别人家媳妇 不仅漂亮 还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觉得委屈 他就让我滚 弟妹先不要哭了 我去给你讨个公道 大海 姐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你刚才让谁滚呢 姐你为了他生气 不值得 什么不值得 你这样子欺负你老婆 算什么本事 姐你看看人家的老婆 再看看她 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除了她这么一个老婆 姐 你干嘛打我呀 你还知道叫我姐啊 别人家的老婆好 别人家的老婆 能为你生儿育女吗 别人家的老婆好 别人家的老婆 能为你洗衣做饭吗 能为你孝敬父母吗 姐 我我告诉你 新鲜感是和旧的人 体验新的事物 而不是和新的人 体验旧的事物 等你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再来我家接她 弟妹 走 跟我回家 姐 我觉得女人好可怜 接完婚后 吵了架 娘家不敢回 我家不想回 弟妹 你是个好女人 你宁愿自己受委屈 也把家里人照顾得很好 姐 我不想做好女人了 现实生活中 美好的女人 并不被珍惜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好女人是你的优点 走 跟姐回家 姐给你做好吃的 感谢 我贍 谢谢 这么久 怎么这么说 体验